只要把这个亲身给它去掉啊 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很抬 好啦 乖啦 他们会说 好啦 乖啦 句尾再加上一个类似的 人啦 诶 妈 内 好人啦 不要生气了嘛 你很烦呢 是不是突然一下就抬了很多 因为我最近真的看了很多 王欣林之前的采访 他实在是太甜了 救命 然后因为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林志玲 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 就他们讲话真的都非常的稳走 然后又很甜 就是啊 乖上了啦 很软 然后又很 黑不得了 那么我呢 作为一个重庆人呢 就学习了一下 然后今天呢 就想浅浅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学习成果 不关你们浪香 嘴巴葬在我身上 反正我就是觉得 重庆人学台湾腔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都贫敲舌不分 那像什么 可是我也不知道耶 可是我也不知道耶 看来我说真的不知道 我 我昨天学的时候很香的 再来一遍 我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不错了挺久的功课 好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 哎 算了 就怕过掉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耶 就那个是 他们不会发是 像重庆人也是没有办法说是 十是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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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说不清楚了 台湾也说不清楚 对吧 重庆 台湾都说不清楚啊 有优势奠定了 一些方言口音上面的共通点 是吧 第二点呢 就是他们没有轻声 像什么 好啦 乖啦 他们会说 好啦 乖啦 或者是 爸爸 妈妈 就他们不会说 爸爸 妈妈 就 你懂吗 只要把这个轻声给它去掉 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很台 像什么 这个世界上 有三种辣 威辣 中辣 我是个变态啦 是不是 是不是 突然一下就抬了很多 炉火成亲 只日可待 而且他们的语气 注词也比较特别 就类似什么 哈 吼 哈 最好是吼 句尾再加上一个类似的 了啦 哎 妈 内之类的随机组合 好了啦 不要生气了嘛 你很烦耶 一气呵成 一气呵成 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 就像我们手 胆词的时候 也要就是 用它来找局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进行一些 日常生活的运用 你今天在干嘛 你们都不给我发消息 啊 到底在干嘛 都不给人家传简讯 很烦耶 一家留在煮孩子吧 都不给爸爸回报一下 你也太八卦了 别人的事儿不想讨论 你真的很机车耶 人家的事情干嘛跟你讲 你这条真的好长哦 别人的事情 怪你皮屎 哎 真的无语 哎呦 怎么这样子 哎呦 我真的语的道理哦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搞什么嘛 你弄个冷的哪个嘛 知道为什么做完这个对比之后 我真的觉得 还是说宠宠话比较舒服啊 但是呢 等到忍征服在你精神哈 我们进入这口语训练环节 你学一门方言啊 你不可能只是学这些皮毛 你肯定要进行一些口语训练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啊 来 上一些教材 上一些教材 对啦 就是西门啊 他那个花花公子 他竟然找小佑去约会耶 小佑之前才失恋 如果他这次逃不过西门的魔掌 他一定会伤心死的 你一定要帮我啦 哼 哦 对啦 就是西门啊 他那个花花公子 他竟然找小佑去约会耶 小佑之前才失恋 如果他这次逃不过西门的魔掌 他一定会伤心死的 你一定要帮我啦 别幼稚了行吗 别幼稚了行 别幼稚了行吗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杀 都不用放去 走两步路的散闹的嘛 哎呀这个我学不像 不过不重要啦 我觉得刚刚那个那个 大S的那个我学的还蛮像的 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现在我觉得我的台湾腔呢 也没有特别炉火纯青 但是我觉得这个重庆话 使人厉害死化了 用来对人呢 都是想出一期重庆话怼人教学 怎么回事 有点跑偏闹怼 今天不是说好离大家要一起当甜妹吗 真的假的 好夸张哦 有耶 笑死 哇真的超好笑的 我真的笑死 台湾人开始难过吓到兴奋 可惜生气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词就是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上次有告诉大家 台湾人的发音比较模糊 不要不清楚 来我告诉大家 拿几个单字好了 然后 然后 对啊 对啊 这样子 这样子 啊你知道这怎么做吗 啊就这样子啊 比较 不要 诶 不要大杯那只很像比较便宜是不是 这种 这种 这种东西在外面卖才一百块而已 现在 现在 你现在就可以去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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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格就是装圣子 装圣子一下 这些装圣子你要都把它背下啦 啊 诶 诶 诶 三格 来告诉别人东西的时候呢 台湾人不会讲 我今天去了公园 看到了一只很可爱的狗狗 他们都不会讲着说 他们都会在前面夹 诶 我跟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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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公园看到 超可爱的狗狗 诶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公园看到超可爱的狗狗 诶 你去看 等一下去看 快点 四格 这是所有的台湾女生很习惯用的词 真的假的 好夸张哦 有诶 有诶 你看他讲中文超台 有诶 有诶 笑死 哇 他真的超好笑 我真的笑死 昨天采管被当诶 我傻眼怎么可能 老师也太坏了吧 来 台湾人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台湾人没有在关心 他完全不在乎你在干嘛 就是 他听起来很像 可是他其实不是 其实是 诶 我今天看到超可爱的狗狗 然后呢 如果你不确定 你不确定一件事情的话 你一讲完那句话 然后再后面加一个 会有魔力的一个词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 不确定的一句话 我们今天要七点约 然后这个的话我是跟所有的教授 跟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学的 台式国语 是台式国语 国语 国语 凤梨 肥皂 灰皂 竞争 舒服 舒服 嗯 如果你在台湾 身为一个外国人 知道几句台语的话 大家都会 Oh my God 你会讲台语 你只要学几个单子而已 即使不需要很多 2 你做PPT好了好吗 2 你会讲台语 你会讲台语 他会讲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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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台语 对啊 然后呢 韩国人不要再用厉害 你不要再讲 哦你好厉害 好强哦 很好很棒 不要再讲这种东西 你直接讲 你中文好屌哦 你才屌吧 最后最后来告诉大家 只要讲这一个字 全台湾的大家看到你讲中文的时候 都会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词 台湾人开心难过 吓到兴奋可惜 生气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词 就是 你开心的时候 哈 你上台大了 真的假的 难过的时候 干 真的假的啊 对不起 吓到的时候 兴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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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手跟巨尾都会很常讲 对 比如说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章鱼 对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 对 没错 对 对 我告诉大家如何变台湾的绿茶标 茶标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你把你的口音讲高音一点 然后呢你要跟旁边的男生 如果假如说这是那个旁边的男生 你就要打他这样子 这样子 你要这样打 你不能这样打 你不能 这样打 你要 然后你要讲一句 讨厌 讨厌 你不能讲 讨厌 你不能讲讨厌 讨厌真的是你真的讨厌他 你要讲 讨厌 讨厌 要有一点点你的韩文口音 你的韩文口音的那种协助 你要一点点韩文口音的协助 你就可以编成台湾的绿茶标